我那个太逗了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男孩 但是他特别死皮赖脸 他非要追我 学校都已经熄灯了 然后他非要站那儿 他就非要我答应他 就是要跟他交朋友 我就不答应他 然后他就站那儿 一直站那儿 等我醒来的时候 这个人还站那儿 哇哦 这肯定是不情的 他会在那个下面唱那个 黄品源的歌吧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 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 就我们那个年代 满宿学所牢里唱的 都是这个歌 是被打动了吗 一点点 对 陈老师知道这个事吗 不知道 他说他不知道 陈老师必须要讲一个你的初恋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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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老师的初恋我好像知道 哎呀 他怎么不会知道 这 海露这个惹事惊 哈哈 哈哈 因为他跟我是一个学校的 我们都是中系的 我们还同过学 是 所以你就说说吧 你的初恋 哎呀 这太吓人了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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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就暗恋一个女生 然后呢 哈哈哈哈 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写完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学校的 就是都没有勇气说把这个信 亲手送给他 都得写一封信 要寄出去 就是说当天 放学的时候 我就看他 还有他们班的几个女生 就在那个校门口 啪 在那里 在那里张望什么的 我当即吓得 从这个后门 后面后墙翻出去 然后回家 没有没有赶走这个这个这个正门 然后后来他就找那个找人 就把这信还给我 嗯 所以那封信里头也是像现在这样 写的诗歌的这种形式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哈哈哈哈